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好 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 我是钱子 先介绍这一个小时的来宾 首先是战略学者林玉芳 大家好 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 主持人 大家好 以及评论员谢寒斌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观众朋友 美国总统的第二继承顺位 他是众议院的院长 也就是裴洛西 他昨天闪电的访问了基辅 还有消息指出 下一个踏上乌克兰的人将会是拜登本人 我们来看看裴洛西到基辅 跟这个泽伦斯基握手 那当然对于泽伦斯基 对于乌克兰来说 是一记强心针 他除了本人来 他还承诺了一个很大的礼物 那就是300亿的美元 原污计划 我们来听听看 裴洛西他怎么说的 好 观众朋友 其实裴洛西他有讲 他说美国一定会跟乌克兰人站在一起 一直到这场战争胜利 他讲了非常多 他说面对像是俄罗斯这样的霸凌 所以所有的人都不能做着做事 都必须要站起来一起来帮乌克兰人民 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就是打败或者是打退俄罗斯 可是他并没有讲 这个胜利的定义是什么 要怎么样的程度才算胜利 是要把普清 从俄罗斯总统的位置 把他除掉吗 还是要把俄罗斯莫斯科给拿下 他并没有讲 但我们可以看到钱跟武器 是源源不绝的进来了 这件事情大家想想看 如果你是美国人 你会怎么看 当然对于民主党的支持者来说 大部分的民主党支持者 可能会觉得说 OK 很好 我们跟民主的同盟站在一起 可是不要忘了 美国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国家 他里头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 你就可以看到在推特上面 很多人都涌进了 这个裴洛西的网页 以及这个美国众议院的网站里头 去这个批评或是去骂他说 你们觉得拿这么多钱过去 买更多的武器 流更多的血 这样很好吗 这是网友的这个疑问 另外又有人说 你裴洛西 你打算花美国的钱 让我们的财政变得糟糕吗 要让美元和道德信号一路崩溃吗 那当然就是美国 他国内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 有人就会觉得说 你不断的拿钱 不断的拿武器去给俄罗斯 去给乌克兰 这件事情是错的 因为美国自己国内 有很严重的通膨问题 很多人现在已经穷的 买不起他的午餐了 所以看到这个300亿的美元计划 人物计划 当然会觉得很吐血 那当然也有人支持 必须公平的讲 有人支持 有人反对 那我们再来看看 美国的民调 有94%的美国人 对通膨感到担忧 那当然 你可能午餐买不起 你加油的钱增加这么多 你的小孩子的学费 你可能都缴不出来 美国人难道不担忧吗 非常担忧 现在在美国国内 对于拜登处理通膨的方式 大部分的人是不认同的 有6成8的人说 我不认同拜登总统 处理通膨的方式 他把经济搞得太糟了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华盛顿邮报说 拜登的支持度 这几个月 一直维持在令人沮丧的低水准 照理说 美国支持乌克兰战争 或是美国 站在所谓的民主国家的领导 这样的一个高度来看 国内的民众 应该是很团结支持他 可是反而他的民调 现在变得很低了 那我们再来看看 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的主席 这一位议员 他说拜登访乌克兰 应该是正在考虑 问题是时间而已 时间他什么时候去 拜登不要忘了 他4月的时候 曾经访问波兰 那个时候他没有踏进乌克兰 就有人说 你好怯懦 你怎么不进去 基辅跟泽伦斯基握手 他那时候说他没有打算 他自己有点反复 因为也有记者问他说 有我们在计划 现在也有人在推坡助澜 拜登有可能踏上乌克兰的土地吗 如果他到了基辅 恐怕这场战事 又要重新来估量了 这个泽伦斯基到底会怎么做 他继续卖命吗 必须讲他用的是乌克兰的鲜血 跟乌克兰的残破的土地 在拖住俄罗斯的 那现在美俄是不是要终须一战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是一场代理人的战争 乌克兰的背后就是美国 乌克兰的背后就是西方的盟友 所以美国跟俄罗斯 这个过去在冷战时期的G2 是不是现在终须一战呢 我们看这个场景 这个场景也是发生在上个礼拜 这个人背对镜头的 就是美国的国防部部长Austin 他把这40几国的国防部部长 通通集中过来德国的美军空军基地 来这个开会 里面真的是星星满天飞 全部都是上将 全部都是将军 这些国家大家要看 它的GDP占全球的六成 它的经济总量是1475兆台币 全国最有钱 全世界最有钱的国家 最进步的国家都在这里 几乎啦 显示美国企图将西方的境外参战最大化 判一举铲除普京 这个已经不是阴谋了 是阳谋了 Austin有说我要拖垮俄罗斯的军力 让他以后不能再侵略别人 所以是不是要把普京给铲除 才是他们的目的地呢 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的保守派杂志怎么说 他说乌克兰在美欧眼里是抗俄的炮灰 他就是一个炮灰 美国讲得很好听 讲的是人权 讲的是自由 讲的是民主 可是他并没有支持 乌国人民最需要的和平 他们判得和平 他们希望他们的丈夫 希望他们的儿子牺牲 最后有和平 可是美国人是不在乎的 Newsweek 美国的新闻周刊是说 莫斯科的警告 不只是想要下北约 更重要的是要赢得自己国内的民心 因为说到底 普京也是民选出来的 虽然西方世界觉得 他这个选举是中间是有一些猫腻的 可是人家也是选出来的 所以他要对俄罗斯人民交代 所以莫斯科当然不只 一直是恐吓北约 就说你们敢参战 我就打你们 我就打你们 他也把自己的民心 国内的民心要聚拢 所以包括密西根大学的 这位副教授也说 俄国的大内宣强调 不是对乌作战 而是与北约跟西方作战 就是对自己的国内的民众喊话 因为普京他必须要对他自己国内的人民交代 都是一样的 不管是民主国家 或是你眼中的威权国家 其实都是一样的 拳头碰拳头 包括印度 印度过去我们已经常常介绍 他在这一次战争里面的立场跟过去 不是那么一样 那印度学者这一位先生 维杰普拉沙德 他又再一度 再一次的说明了 他们眼中的欧盟是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来听听看 The European Union is treated as essentially an instrument of US power and NATO is the United States Trojan horse in Europe that's effectively what it is the United States began to put pressure on the whole of Europe and parts of Asia to basically capitulate to its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2007 after the world financial crisis I think a really different orientation came there in Moscow they began to understan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as not that keen on integrating Russia on an equal footing and I must say the spur for the Ukraine war now was not just in 2014 it's when Trump unilaterally withdrew from the intermediate nuclear missile treaty the INF in 2018 that was the spur because it suggested to the government in Russia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as interested in placing intermediate nuclear missiles very close to the border of Russia and those missiles would be able to strike important cities in Russia without Russia being able to defend against their arrival right 请教委員 你怎麼看 先想佩洛西 上次她確診 有人說 大概是中共壓力 我個人是比較傾向 她真的是確診 然後大家就想到 她應該會到台灣來 我認為她來台灣 可能性不很大 因為她現在開始進入 非常慢 為了選舉 因為美國在 美國民主黨 在眾議院很危險 參院其實也很危險 可能變少數黨 所以要去募款 佩洛西要负责募最多的钱 你知道上一届的中医院 这个选举 就是那个大选的时候 佩洛西募了多少钱 8700万美金 8700万美金 你知道他要多辛苦吗 他跑51个大城市 要出席181场的募款的仓会 所以他 你说他还会有时间到台湾来 他82岁了好厉害 我是会比较怀疑 他去年的第二季而已 去年就开始募今年的10月选举 他第二季就筹了400万美金 所以他会很忙 因为他这次很危险 不管他要不要当议长下一届 这一届他都要保障 民主党可以赢这样 至于说美国的援助 乌克兰 然后希望落化 这个恶果 美国人民显然对拜登处理通膨的方式 不是很认同 你要这东西放在一起来看 这战争打下去 通膨不太容易减缓 不太容易改善 而且可能要注意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美国究竟要花多少钱 在这场乌克兰的战争里面 他现在最新想要通过了 是大概330亿美金 请问你可以撑多久 他用18门的 122的榴弹炮 然后给18万3000发的炮弹 你如果可以打多久 我讲金门炮战 823的炮战 第一天就打了57000发的炮弹 44天打了58万发的炮弹 所以你认为这些炮弹 可以撑多久 所以美国现在 你就在圆圆滚滚 不断的送钱去送钱去 因为责任司机会不断的骂你 不断的要叫嚣 然后要求你美国要援助 你美国现在不援助他 你也不行 因为你整个名誉都已经 国家的民生都已经压在这场战争上 这个钱花到一个阶段以后 美国人就会开始不爽了 因为美国国内有很多的穷人 有大城市像纽约像什么洛杉矶 几万人的游民 无家可归的人 所以你这个钱这样不断的花 美国人民开始就会反弹 而且对美国人民来讲 选举的时候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经济 就是他们口袋里多少钱 哪一天讲了 你投票的时候你摸摸你口袋里 看你的钱是增加还减少了 如果减少你就投给我 所以这个情形 美国要久撑下去 坦白讲不是非常容易 因为这个要留很多的血 尤其这个运送的费用是费时又费钱 因为你要运到这么遥远的地方去 你知道这开始又想到越战跟阿富汗战争 不过老师你看 这个美国找来很多四十几国来一起分担 你看这些人这么有钱 是国家居利益占全球百分之六十 可是这些国家也不是傻瓜 你知道哪一部分 他现有的武器捐出去可以 像德国捐的自走炮 那个系统 那个不是最好的 不是最新的 旧的我可以陆处捐给你 总会有一个直径 因为这种战争的可怕 就是他花钱是像流水一样 一天你看美国已经给他多少的标枪飞弹 刺针飞弹 连英国也提供 德国其他国家都提供 各种打坦克车的飞弹 打飞机的飞弹 永远都不够 永远不足够 因为你一天 很可能就几百枚的飞弹就没有了 而且乌克兰这个战场上飞弹 武器消耗得特别特别的快 你看我刚刚讲小小的金门 你第一天的炮战 就打了5万7千发的炮弹 44天打了58万发 请问你乌冬比金门要大多少倍 而且现在的战争不是在乌冬 还有乌冬其他的地方 像哈尔科夫 他不是乌冬 然后在底下的污染的这些地方 也在进行战争 像美利托珀尔也是 这个战争 花了这个丹药这些 就是不得了 所以这是个无底洞 是没有错 这是一个无底洞 昨天的这个时间点 刚好跟杨永明老师同台 杨永明老师还告诉我们 最新的Breaking News 就是美国的众议院院长 裴洛西访基辅 当然今天也变成 各大报的头版头条 这个意义上当然是非常的重大 美国到底想要表达什么 钱志廷 最后一个你还没讲到 这个对 这个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教授 最近他接受CNN News的一个就是访问 他就说西方企图让乌克兰成为边界 对抗俄罗斯的堡垒 然后是对俄罗斯构成生存的威胁 是俄乌冲突的真正的源头 俄罗 乌克兰现在是西方 是美国对抗俄罗斯的堡垒 什么是美国跟西方对抗中国的堡垒 那不就是我们台湾吗 所以在这一次的俄乌战争上 大家一定要真正的比较张大眼 看清楚就真正各方的这种策略 可怜的乌克兰 可怜的乌克兰人 是不是 我觉得他现在联合国宣布 已经大概是2900 3000人死亡了 拜登到目前为止乌克兰的 两个层面 第一个在乌克兰这个层面 正如这个Mershaw所说的 它是一个堡垒 它就是一个所谓的代理战争的场域 所以乌克兰在这种战争当中 不管打得怎么样 不管马里波被怎么样的轰炸 它不能输 而且也不能谈 因为一谈下去 就可能会有一个 就是说交集出来 你看之前德国 法国 土耳其 以色列 来去做穿梭外交再促谈 3月28 29 最后那个谈判几乎要达成了 对不对 中立化 后来整个一系之间就逆转 现在整个他要去支持就是乌克兰 你知道他现在总共提了多少钱 已经501亿美元了 加总起来 加总起来 刚开始的130是经济的 各方面的援助 武器总共已经支援了35亿 现在的这个330亿里面 有114亿是武器 然后这个501 这个500亿好了 已经是俄罗斯一年预算的三分 一年军事预算的三分之二 他就觉得这个钱这样扎下去 大概至少可以把 就是说乌冬守住 就是乌冬的战线守住 不会让俄罗斯继续的吸进 甚至将来乌克兰自己规划 也许7月他希望能够反攻 我们现在就看了 到底5月9号是胜利日 还是宣战日 我想俄罗斯这边会有所表现 但是拜登在乌克兰政策上 也有他的国内的考量 这个国内考量是一方面 他的经济 他的各方面政策都得不到明星 他以为说乌克兰可以去号召 就是说他民主党内 不同的这些派系 进步派 温和派 能够去团结一致 你不要忘记 其实在美国的 不只是两党政治 光民主党内部 现在都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就是政策跟主张的 因此他能够团结 他也能够去找到 就是说中间的这些美国的选民 支持他的这个政策 支持乌克兰 然后在年底选举 能够持续下去 结果发觉不是那么回事 40%的美国 49%的美国选民 并不赞成拜登的乌克兰政策 所以发觉有点进退为股的这种感觉 但是没有办法 就我刚刚前面讲 在乌克兰这个角色上面 他一定要去顶住 然后去作为一个堡垒 作为一个代理战争 然后不能谈也不能输 因此要不断的加码 自己当然不行 就分派 找来更多的人一起来 分享这个钱 就分派 你看法国 德国 德国现在政策有点小转变 然后波兰也不断的 就是说提供援助 日本也承诺要去断掉 跟俄罗斯的油气的供应 在未来 所以他开始在做分派 他也在做压力的时候 各国也会去投入 现在我们现在看马克宏 赢了6月中的选举之后 当然战争如果还打到6月中 其实就大概很凄惨 但是马克宏 一定会有一所不同的表现 所以国内的问题 就造成他很大的压力 我想共和党这边 开始在等待的就是说 也许拜登在乌克兰政策上面 可能没有任何的 这种前进的时候 就会产生很大的质疑 现在观点就是5月9号了 我们要真正去了解 普丁下一步要做什么 就是巩固现在的乌东乌南 还是说他要怎么样 再进一步的西进 对 我们还是要持续再观察 来请教兵哥 其实我觉得难怪 美国民众会这么忧心 因为你现在国内正遇到 这么严重的通膨的状况 结果你现在在制裁俄罗斯 你制裁俄罗斯 其实就会造成 整个世界都会通过膨胀 而不是只有美国而已 跟你现在在美国国内 想要压制住通货膨胀 这根本是背道而驰的一种政策 所以就算我是美国人民 我也不会信任拜登的这种做法 因为你这样子就表示 我们的通膨短时间之内 是不会获得解决的 所以当然美国人民对他不信任 我必须提醒拜登 就是他去年从阿富汗很狼狈的 撤退的时候 当时虽然全世界都认为说 美国的霸权是不是开始走下坡了 可是美国国内民众的反弹 并没有非常激烈 为什么 因为他们这20年在阿富汗 损失了2.26兆美元 对美国来讲是个大前坑 所以能够脱离这个前坑 到多数的美国人 还是觉得比较开心 可是现在乌克兰这个前坑 看起来不亚于阿富汗 因为你看 这个哲伦斯基是每天 私自大开口 你一天就要70亿美元 然后随便就是几百亿上千亿 美国真的这么有钱吗 能够负担得了吗 所以我相信我是美国民众的话 我也会很忧心 这样子这样支援下去怎么得了 至于说看起来好像他找了40国来 大家都会帮忙 错我不认为 我认为这些国家给美国个面子 我先出席没有错 可是等到真正 牵涉到利害关系的时候 你说小量的供应一点 意思一点大概会给 可是多的 每个国家要每个国家各自的困难 他怎么可能这样无限量 这样供应下去 而且大家心知肚明 本来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 是有和谈的机会 战争是有机会 用和谈的方式结束 可是现在很明显的就是 美国跟英国不想这样战争结束 那你美国跟英国硬在拖在那边 你们要拖自己去拖 你们把其他国家都拖到水 把整个世界都拖到水 请问一下其他国家招谁扰谁 所以我个人认为 这场战争如何按照美国的速率 持续这样拖下去的话 俄罗斯当然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 乌克兰会死更多的人 但是世界上其他的国家 慢慢也会对美国产生更大的反弹 我不认为这样的政策是持久之计